死神千年血战篇第七话 直接吹爆 初代护停十三队到底有多强大 直接秒杀千年前新十字骑士团 视频开头 我们就来揭晓一下 每个初代对应哪一番队 绝对颠覆你的想象 总队长 山本 二番队是这个戴眼镜的老头 没想到不是四风院家的黑皮 三番队是四风院家的黑皮 四番队是这个长发弯腰的男人 五番队跟直播一星气场非常相似的男人 六番队这个粉色双马尾 七番队 这个仿佛野兽一般凶残的男人 八番队眼镜大奶妹 九番队戴着墨镜 牙齿外露的男人 十番队跟朽木白哉气质非常相似的男人 十一番队卯之花八千流 十二番队就是跟聂简利一样 这个奇形怪状的胖子 十三番队 是这个老者 跟你想象中的对应的队长一样吗 千年前有哈率领 灭却师进攻狮魂剑 而在有哈面前站着的正式初代 护停十三队 初代护停十三队表面上有着护停之名 背地里都是杀手 全员恶人 杀人不见血 直接把灭却师尽数消灭 而那时候的山本 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 就这样踩着灭却师的尸体 打算给有哈最后一击 有哈打算拿出权力 就当有哈开启全知全能的时候 却不从背后给有哈来了一减 有哈也被山本打败 怪不得千年后有哈进攻狮魂剑 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死却步 这是一段千年前有哈败北的回忆 而这也可能是总队长最后的回忆 就这样总队长被一刀两断 半个身子坠入地面 有哈也总结了 山本为什么会失败 在千年前 山本是杀手集团的首领 为了打败对手 不择手段 不惜利用一切 不要说外人 就算部下失去生命 也毫不在乎 但是消灭了灭却师以后 你们变了 被和平冲昏了头脑 需要保护的东西太多了 山本明明可以让人类女人 颈上之机 恢复自己的手臂 他并没有 在空坐钉跟懒染战斗的时候 山本也不想 把人类黑旗一户牵扯进来 这一切的一切导致了山本的败北 山本的尸体被有哈全部炸毁 新十字骑士团全面揉虐失魂界 在失魂界充满惨叫的时候 黑旗一户愤怒的斩机 终于斩破了基禄界的牢笼 来到了失魂界 顺秒了一个 新十字骑士团的一员 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炼刺 露奇亚 还有重伤的白灾 冰死之际白灾恳求黑旗一户 保护失魂界 黑旗一户并没有回答 无比的愤怒已经说明了一切 怒火仿佛让周边的雨水 直接蒸发殆尽 白灾也彻底失去了意识 斩破刀也消失殆尽 有哈并没有理会黑旗一户 但是一户直接来到了有哈的面前 大声质问有哈 把失魂界搞成这样的事不是你 有哈表示肯定 愤怒的一户直接爆发了 无比强大的灵牙 一道红色 一道蓝色的灵牙 就这样在失魂界的上空激烈的战斗 每一击碰撞 仿佛都震撼着失魂界的大地 一发月牙天冲 被有哈躲开 有哈一刀刺入一户的脖子 有哈以为一户失去的战斗能力 一发月牙天冲 打得有哈猝不及防 有哈的手臂受伤了 一户的身上现在已经出现了禁血装 就是这个禁血装救了一户一命 有哈失策了 不应该让纯种灭屑尸 去跟一户战斗 结果唤醒了一户体内灭屑尸的力量 为了破坏基禄节的监狱 一户将灵牙释放到了极限 灵牙爆发性释放以后 残渣返回身体的同时 还带入了基禄节的灵牙 唤醒了一户体内灭屑尸的力量 基禄节的监狱是关不住灭屑尸的 一户完全不知道有哈在说什么 有哈打算用蛮力将一户带回去 让一户慢慢臣服自己 挤发箭矢将一户打败 有哈打算彻底将一户打残带回去 但是有哈的活动接线到了 这一切都是有哈去见兰染的时候 兰染用金花水月做了手脚 新十字骑士团也撤退了 一户不依不饶 想要继续战斗 万解状态的刀 直接被哈斯沃德砍断 最为绝望的医护